字幕- 《大香港早晨》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擁抱大香港主義》的早晨》 來到第二節 都是講奧運的 但是回到香港的狀況 喂! 看不看得到、聽不聽到 給些反應來 大家看不看得到、聽不聽到 有沒有畫面? 貨不貨到金? 趁著網上順暢貨金 你們不用貨金鼓勵Eddie Bok 應該要貨金鼓勵Eddie Bok 暫時還沒有 這一節 想說黃潔龍 有一件花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覺得挺好笑 黃潔龍是牛角的CEO 牛角的CEO 先離身 我不是牛角的用家 因為我印象中 牛角應該不是一個人吃的東西 應該不是一個人去的 而我老婆就不吃牛 所以我一條路的時候 就沒理由自己去牛角 雖然我吃牛 但我沒有太多幫助牛角 發生在黃潔龍和牛角的事情 話說是什麼事呢? 話說首先就是張家朗拿了金牌 張家朗拿了金牌 大家有很多人 當然有些祝賀、慶賀、優惠 所以我才特地做節目 可能整個體感經濟的氣氛 會改變 都還沒頂 那就要把握住那件事 麻煩大家 罪福留集團 罪福留集團的CEO 也是牛角的老闆 然後他就說 首先張家朗拿了金牌 之後他就說 不知道大家是否記得 三年前東京奧運 張家朗奪金 我們送了金會籍給他 順手充值了十萬元 當時很榮幸 請到霍啟江議員 幫我轉交給他 也很感謝他接受 然後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用 以及用了多少 所以剛才就叫同事查記錄 原來三年來他都吃了 將近八八九九 八八九九 是最酷的 吃了八萬多元 吃了三年吃了八萬多元 這樣就行了 你給面子吃 我們當然繼續送 暫時就先送十萬元 不夠 我知道 隨時加 不過先說明 我們不能吃菠蘿披薩 菠蘿披薩 是因為之前和意大利的選手 和網民爭議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江文衛是素食者 如果他用即送 可能會吃溫夜菜 也是他的集團 好了 然後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 有運動員拿金牌 有運動員拿金牌 然後就說請他 但在網上有很大的爭議 就說 為何只是送給張家朗呢 為何不送給其他運動員 大家就說 其他運動員 不只是拿金牌的運動員 才要重視 其他輸了的運動員 都要重視 然後有人就說 他說 張家朗有很多錢吃 因為他有獎金 他有名牌代言 然後又有獎金 那你張家朗身家幾千萬 然後他說 他也有很多錢吃 那不如送給一些失落的運動員 對吧? 然後 就說 其他博盡無悔未能獲獎的運動員 會不會也有獎勵呢? 起碼可以一起吃飯慶功 然後有人在我講 就說 有沒有考慮一下 有沒有考慮支持一下 貧窮線上正在努力的其他運動員呢? 這樣 然後就 很多人都這樣說 很多人都這樣說 就說 喂 然後又有人問 那殘奧運動員呢? 殘奧運動員也有人拿金牌的 那為何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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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 故此不及彼 然後就說 厚恥薄痞呢? 為何只是去支持這個金牌運動員呢? 是的 你也覺得是嗎? 是的 我也覺得是 你也覺得是嗎? 是 最好 你說一下為何你也覺得是 那你 那你也要鼓勵一下其他 可能他真的很想做 即是很想在奧運拿金牌 但他可能實力未夠 可能被一些 當作獎學金 即是被一些金錢獎 資助一下他 令他可以追下夢想 那也是對的 你也可以這樣說 那我反過來問 大家都很努力 那你這個金牌 為何只是給贏那個呢? 金牌 因為他為說真 即是 認同是真的 不是啊 你運動員 那你的比賽 其實很多人都很努力 我都很努力 那為何你金牌 只是給打贏那個先 因為他有成果 是不是 他真的拿到金牌 你給他才有 但你那個比賽賽制 你們大家打分個勝負 無論輸贏 每個人都有金牌 好不好? 這樣 為何不這樣呢? 那 因為沒有 沒有 即是看不到他的實力 你看到的 他分數出來了 分數出來了 大家分了個勝負 就算了吧 你又金牌 他又金牌 大家高榮好不好? 是的 為什麼呢? 是的 你根本就是 你和你的主席 你和你的主席 網民一樣 是啊 奬勵他拿金牌 為什麼這麼奇 是不是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 為什麼他拿金牌 不是其他人拿金牌 哦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其他運動員都很努力 我夠努力 你不讓我請我吃飯? 現在我不努力嗎? 你憑什麼話我不努力? 是啊 為什麼呢? 是不是 我的夢想就是參加奧運 我也有這樣的夢想 嗯 你想不想參加奧運嗎?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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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一次 那你也會努力的 對不對? 是啊 你也有努力的 你也有做掌上壓 就是啊 我們不努力嗎? 我們只不過 只不過是 因為實力 或者運氣 制如各樣東西 沒有理由不聘請我吃飯 我吃飯 沒有理由要付錢 有時候不一定是鼓勵 純粹是 我想給誰就給誰 這樣 這個就是其一 其二就是 其二就是 不是說不支持那些輸了的運動員 不是說不支持輸了 就是說 其他運動員 他拿不到獎牌 不是說他拿不到獎牌 就是不支持他 但是 當有一個人 去支持 這個 這個 拿到好成績的運動員 就是等於馬會的獎金 為什麼不評分給所有運動員 為什麼呢? 你覺得為什麼呢? 因為 應該不會因為錢問題 這麼多錢 為什麼他不獎勵所有運動員呢? 總之你們當奧運代表 你們去比賽 每人都有一百萬獎金 你已經是否會被獎勵 我覺得他可能是 純粹是 就是 恭喜他拿到第一面 第一面金牌 恭喜他 是嗎? 風花的禮事 風花的禮事 喂 如果 如果 但凡參加奧運的人 都拿一百萬獎金 全家拿到香港 就會有一億個代表出現 你不問成績 你不問成績 然後你就跟香港 總會說 喂 你放寬了參賽資格 我分給你就可以了 大家賺錢 馬會無限獎金 一人一百萬獎金 你還不派一千個代表去? 而且你去了就行了 你去了 你就在那邊跳水玩水 整天踏下去 這樣 這個 又不是擁不擁用的問題 他的獎金是為了鼓勵你 拿到好成績 你拿不到好成績 不是說拿不到好成績的運動員 就等於不努力 不是說拿不到好成績的運動員 他們就不應該得到支持 但是 他拿不到好成績 是不應該得到獎金 這是容易理解的 這是常識 所以你會發覺 為何那些網民會這樣說話 你明白嗎 接著 黃潔龍 他出了一個帖 他說 剛剛在日本和幾位 朋友 商務萬宴 入籍前出一個帖 關於表揚張家朗 遺免禁牌 想不到吃飯之後 竟然有很多回應 想分享一下 有網友問為何不送給其他運動員 又有人問為何不送給其他得獎者 其實呢 如果我純粹想抽水宣傳 不負責任地 在自己Facebook 任意寫多 寫送多少多少給運動員 都很簡單 因為多數現實 就根本運動員收不到 你都沒有渠道給他 又或者他不願意收 然後哪怕收到 他都未必喜歡吃 結果就是 你說送一百萬給他 到頭來都不用給 因為他們就沒有來 但是水就抽了 性價比也極高 我不負責任地 單方面送的原因 就是不想出現以上的情況 三年前 我是得到霍啟江議員 確認 會將我兩張金卡 給張家朗和何思培 所以我才夠膽說送 由於張家朗真的有吃 我假設他是喜歡吃的 所以 我就在他現有的卡中衝直進去 我覺得合情合理 我另外查過何思培 收了一張卡之後 只是吃過很少 就是千位數 那就是他應該不適合 我沒有理由再強行送給別人 至於江文慧 明知道別人是素食者 而我們主要是做肉類的餐廳 我覺得也不應該強行送 不過這樣 其實任何奧運運動員 只要你PMC信我輕輕說一聲 其實我也很喜歡吃牛角 那就是我最大的榮幸請你吃飯 那是你給我機會 只要確認你不是騙案無充就可以了 至於不少網友說我應該提供菠蘿 其實牛角鋪飛是有的 另外我們還有薩菠蘿 回應就完畢 繼續我的行程 請大家繼續關注香港運動員的表現 都答得很大體 但那些人繼續追蹤 那些人都繼續追蹤 都是問 為何你不去支持那些 你不去支持那些 那些輸了運動員呢 是不是贏了運動員 是不是贏了運動員才值得獎勵 輸了運動員就不值得獎勵呢 那我又問一下Eddie 是不是贏了運動員才值得獎勵 輸了運動員就不值得獎勵呢 嗯 如果未聽這個節目之前 我覺得其實 輸了運動員也是值得獎勵 那為何要分輸贏呢 輸… 為何要分輸贏呢 贏了純粹是實力OK 純粹是實力OK 即是沒甚麼特別 你實力比較厲害 有甚麼那麼厲害 是不是這個意思 都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這樣說 比較上在同一個參賽者上 這些就是主席 這些就是主席的思維 你們贏 喂 那是一個勝負的競技 哦 我是甚麼意思 你以為他們是為了玩 你以為他們是去派對屋嗎 你以為奧運的比賽 是聯誼活動嗎 贏輸沒甚麼重要 那是付出生命一生的精力口拼搏 你的人生可能還沒拼搏過 你以為何要知道 人是有… 喂 大部分人類一生裏面 都不會像奧運運動員那樣 集中在一件事上 全心全靈投入 然後就是在… 他甚麼叫競技呢 嗯 競技就是為了分高低勝負 對不對 嗯 那如果輸了的人都值得獎勵 那贏來吧 那為甚麼要贏呢 是 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社會不會合理的地方 就是這種廢棄思維 喂 你說一般生活上面 生活層面 生活層面不一定要分勝負 事實上生活層面根本就是要分勝負 你搞環保的嘛 你知道環保 你知道為甚麼要保護環境嗎 因為… 有些人… 想… 保護環境的意義是在於甚麼 無端端為甚麼要保護環境 保護環境 有的破壞就有的破壞 為甚麼要保護環境 因為他本身就… 因為人本身就不會保護環境 因為環境資源是有限的 你不明白嗎 嗯… 如果資源耗盡的話 如果… 揮霍資源的話 那… 資源… 環境資源是生存環境來的嘛 而生物本身就在這個世界裏面 競逐資源的嘛 嗯… 要不然生物為甚麼會進化呢 雀鳥為甚麼會飛呢 你以為它喜歡嗎 雀鳥飛你以為是興趣嗎 雀鳥為甚麼會結網呢 你以為是為興趣嗎 嗯… 那全部都是一個生存的競爭來的嘛 好了 我們生活是一個現代的社會 我們讓社會這件事保障著我們 生存本身就是一個競族來的 生存本身就是一個競賽 它是基本原理 嗯… 應該會知道的 不知就打勾你的了 明白嗎 好了 但問題是我們現在在社會的體系裏保護下 你說是否每一件事都要來分勝負呢 在某程度上來說 有些地方可以寬鬆一下 因為起碼你不用競逐生存條件 即是你現在無緣無故不會餓死 就算你不做事也未必會餓死 是吧 你也無緣無故被車撞 或者你在街上受傷 那你有醫療系統去保護你 那人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競逐的 人生於是乎 就是現在大家生活在社會上 有些事情當然是會放輕鬆一些 又或者叫做放鬆一些 喂 你可以將這件事放在你的生活哲學上面 你可以用這一套的價值觀 去告訴自己 人生不是一場競賽 人生不是每個範疇都是一場競賽 你可以這樣生活 但是你不能走去說 因為人生不是一場競賽 所以競賽也不是一場競賽 奧運也不是一場競賽 你老母,奧運是一場競賽 運動的世界就是一將功成萬骨夫 你沒有投入這個世界 你自己沒有投入這個世界 你沒有競逐的紅心 你沒有這個鬥志 你沒有這個野心 你沒有這個條件 就是比別人差 是鬥心 不是 這個 喂 奧運的金牌選手 他當然是人中龍鳳 有什麼好爭議 你不會覺得 他拿奧運金牌 我沒有拿 這個是人生的選擇 難道你選擇了你會拿金牌? 這個不是人生的選擇 大家搞清楚這件事 就等於 有些人覺得他選擇了走這條路 於是他就在那裡有表演 我沒有選擇走這條路 那你選擇走哪條路? 他選擇走那條路 而他是世界最頂尖的高峰 他是世界第一 那你選擇走那條路 你有沒有世界第一? 那你選擇走哪條路? 這個不是選擇的問題 那你選擇走哪條路? 你選擇走一條路 那你選擇走那條路 那你選擇走哪條路? 那你選擇走哪條路? 譬如說我專注睡覺 我專注睡覺 睡覺沒有比賽 如果有我沒有金牌 你可以這樣說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又要捏過才知道 又要捏過才知道 但起碼別人是在一個有競爭的舞台上 而且是經過了世界性的競爭 全世界最頂尖的競爭 然後證明了她是第一名 她是2024年世界最頂尖 然後你說,只要贏 只不過實力好一點,那又怎樣 屌你老母,臭氣吧 即不是屌你 這是一種概念的人 但你是不是也有這種概念? 有 讓我倒閉了 這樣就不爭氣吧 這種很失敗的思維 你可以自己躺平 你可以自己躺平 但你不可以覺得 拿奧運金牌就是 她去玩,她為何喜歡玩 她去玩這些,怎麼會呢 大哥 那個是全球的競賽 那個不是一個打飛機大賽 但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有打飛機大賽 競爭得遠,我們都應該尊重 即是她混雜了全世界打飛機高手 震大,可能有心動動 嘩,我對這個人有信心 這樣呢 是不是 我只是磨槍 磨槍十年用在一招 都可能有 喂,但是 但是 大家不停地 他展現了一個價值觀 就是 剛才其實說得遠 首先這個概念 大家先明白 你明白吧 好了,另一個概念 就是說 大家都說了 那輸了的運動員 應不應該獎勵呢 有點難說 有點難說 有什麼這麼難說 就是說 喂,輸了的運動員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一層白踩 或者踩低 不是,你可以鼓勵他 鼓勵他不代表獎勵他 你懂不懂得分辨中文嗎 哦,是嗎 真的 你可以鼓勵 你可以勉勵 但是你說我輸了 我輸了,我都獎勵你了 獎什麼 我獎個 張家朗拿多少獎金 我就給你多少獎金 那為什麼要贏呢 那贏來做什麼 那是對贏了的人不公平的 是不是很困擾這個概念 我覺得我是最... 所以你比起平權 你比起平權 垃圾思想那些 屠狗讀了 所以就是 再一次證明了 我們這個節目 是多麼有價值 我們簡直是社會上的清傳 這根本就是垃圾 垃圾的世界 這些邏輯分不清楚 喂 他輸了他都很尊重 我沒有說不尊重他 你如果要尊重他 那為什麼你不去獎勵他 我為什麼要去獎勵他 你說我勉勵你、鼓勵你 不要緊 請你吃飯也不要緊 黃潔龍 我就不會請你吃飯 我說我沒有錢 有錢的黃潔龍 他都說請你吃飯也不要緊 但是 他最想去表揚 最想鼓勵的 當然是拿金牌那個 有什麼東西這麼奇 是不是很難理解 就是很難理解 你快點掃除這些 你真的要重新鍛煉你的腦部 是嗎 是嗎 你不能掃除就是這個原因 是嗎 你覺得無謂 你這個氣氛又不到 沙灘又軟 他又好像跟男朋友 又好像挺好的 不是 我現在很明白 他是競載 他是競軸 你明白嗎 而本身運動這件事 就是一將功成萬骨夫 為什麼只有一個金牌 為什麼你不弄十八個金牌 為什麼2024年 為什麼你不弄二十四個金牌 其實有二十四個人贏 多些人開心就更好 是呀 是呀 你也覺得是呀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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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有這些廢棄的想法 你知道嗎 其他人不應該想 不是你可以這樣想 但是這樣就會有一個廢棄 不是你喜不喜歡做廢棄 那當然盡量不要做 盡量不要做 盡量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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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當然你要鼓舞 因為他也是很拼搏 他也展現了拼搏 或者他比賽場上的表現 如果他是好的話 但是 真的沒辦法了 這樣 輸了 但是你也拼盡了 以及表現了拼搏精神 就是這樣 當然也是 表演也是值得鼓勵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譬如今屆的日本籃球隊 大家都給予很多掌聲 給予很多掌聲 因為事實上他的身高差 先天條件 比較信息 但是你看到他在賽場上的表現 用盡了他們能夠用的東西 戰術 拼搏精神 鬥心都展現出來了 這樣 那麼大家就 給予掌聲 給予鼓勵 但是你說 他打得這麼好 不如也給他一個金牌 那就是另一件事 哦 那輸了 是不是輸了的人 就說 任何一個參加奧運的人 都很值得表揚 那麼 譬如台灣 台灣就有對姐妹 就很大爭議 就說他們說 他們十個月沒有比賽過 然後大家就說 為什麼十個月沒有比賽的選手 會來代表台灣參加奧運 發生什麼事 那個運動沒有其他人玩 那麼 或者有些是沒有展現體育精神的 不是參加了就大了 對不對 嗯 就是有些人沒有展現體育精神的 他臭串的 或者他矛招的 犯規的 這麼弱的 難道這些人會鼓勵他嗎 你說你不是 你只限了體育精神 很值得鼓勵 希望他繼續努力 以及這份精神 希望可以 為什麼這份精神值得鼓募呢 就是因為這種精神 希望可以感染別人 而大家都會發奮向上 大家都會努力做到手上的事 而不是 剛才你說的一句說話 很震撼我 就是說 喂 如果一個人贏了 那只不過實力好一點 喂 你不尊重實力這件事 那你尊重什麼呢 這個世界 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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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人家實力 而實力 當然有很多先天的因素 但也很多時候是努力的結晶 訓練的結晶 你不尊重這件事 贏了就對了 贏了就是贏了 贏了就是贏了 而大家會覺得 生存不是一個 大家生活不是一定 所有東西要競賽 你現在的生活不是競賽 你是因為有很多人保護著你 你免受自然環境危險的傷害 你免受到暴力的壓制 因為你是受到保護 不是生活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你才有權說 生活不是一個競賽 而事實上 假設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生存本身就是一種競賽 而忘記這件事情 就是忘記生存本能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問一個人 你不要去死 他覺得生存不是一個競賽 就是忘記了 生活本身 生存生活本身就是弱肉強食 那這些人 是值得問他一句 那為什麼你不去死呢 你都放棄生存本能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了 王傑龍這樣說完之後 那些人仍然會繼續撐 仍然會繼續撐 仍然會繼續撐 然後他忍不住 就再出一個post 再出一個post 這樣 他剛剛昨天又出了一個post 王傑龍說 他說這兩天 Facebook除了收到很多like 也收到一些 不如啊 為什麼不啊 是不是即係啊 大家其實想得太複雜了 我不是政府 又不是父母 有責任去補充他們的蛋白質 還有你們任何一個香港人 和你們任何一個香港人一樣 我只有觀眾 明明從來沒打過劍擊 豁胡 平時一點興趣都沒有 去到奧運還沒開幕 都還覺得好像不關自己的事 誰知道香港隊一出場 不覺意 就會分外興奮 看到香港運動員 贏球贏金牌 你興不興奮啊 明明跟我無關 別人這麼努力 拿過金牌 關不關我的事呢 但是偏偏我們就會興奮 那種感覺很奇怪 難以形容 但是我不用跟你形容 你都明白 因為我肯定你都感受到 可能這些就叫Fancy 正如 你都可以問一下薑粉 即是薑糖 你都可以問一下薑糖 不如電車廣告做給譚詠麟吧 又或者任何人都可以問 為什麼你買演唱會票 只是買五月天不買張學友呢 是不是即係不支持香港樂壇呢 你可以問 但是真的很無聊 我怎麼回答你呢 我只是一個粉絲 在一剎那開心又興奮 我喜歡看周杰倫 就買花送給他 每個人選擇表達的方式都不同 我做飲食的 開牛角的 我最直接的情感表達 就是請你吃牛角 以及牛角 請大家喝啤酒一起慶祝一樣 背後沒有太多盤算 三年來 連半張照片都沒有要求和偶像拍攝 沒有任何要求 哪怕只是要求他出個帖 行不行都沒有 唯一就是少少擔心你送摘花 在他面前 他在你面前扔掉就很無忍了 所以 不就是夠膽送給三年前 已經成功送了那一位 所以奧運還有這麼多天 我都會繼續保持這種粉絲心態 追捧香港運動員 我和你一樣 都是四年一次看奧運那種粉絲 大家加油 這個呢 我就 其實呢 黃潔龍有時候 很多抽水帖 或者議論各樣的帖 那我就 我就很少去 去 很少去like 很少share 但是看完這個帖子 我真的覺得他也說得不錯 他事實上都相當大體 尤其是他的比喻很好 對不對 小粉絲 小粉絲去支持 人家拿到金牌 我想黃潔龍和我們的心態一樣 就不是你的中心態 你可能覺得拿到金牌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拿到金牌 是人中之龍 他們是人類的巔峰 而那個人是香港人 你香港人去達到人類頂上的巔峰 那你 你是 就等於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MMA MMA的 Prime Prime MMA 不是Prime Prime Prime 就是MMA的權賽 他那時候的宣傳文就是這樣 就是1 超過45億 45億分之一 就是代表那個比賽 就在45億人裡面 現在不止45億人 現在是49億人 我也不知道 就在40多億人裡面 他就是40多億裡面 最好打過一個 而奧運 剛才你們看不到Eddie的微表情 原來是這樣的 好了 你看到一個這樣的 你看到一個 人類之中 當然你未必有幾十億人打劍擊 但是 在一個競賽裡面 他是戰勝了所有的國家 無論是游泳也好 劍擊也好 他拿到一個最頂峰 那麼他 他自不然是 他自不然是一個 一個傑出的人類 一個值得景仰的人類 無用之意 好了 然後 你有資源 你有資源 然後你想去贊助他 或者表達你的支持 或者表達你的歡喜 那你就會表達他 他說為什麼你不支持其他 這就很奇怪 這就很不合乎邏輯 那些人還在爭論 我覺得王傑龍講的一些常識 還有 最令我驚訝的地方 就是 大家都覺得 為什麼贏了那些人就請 不贏那些人就不請 而 是很多人這樣想 包括Eddie剛才也是這樣想 而我覺得這種思想 真的令到我很震撼 等於就是 你有沒有見過 譬如在那些非洲 有些 你有沒有見過野猶過河 野猶過河 過河很緊張 因為河裡面有鱷魚 還有水流都比較快 最主要是鱷魚 而且他們一定是連群一起過的 他們一定是連群一起過的 OK 好 那你連群一起過 是提高生存機會 是啊 是不是 好了 但是總會有一隻 就是被鱷魚騎不到 然後就咬下了 是啊 那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他也很努力 不如你不要吃他 吃他就 我不是這樣想 但是看到情節 我就覺得他真的不幸 是他當然不幸 但是有很多因素 除了不幸 他可能跑得慢 他也跑的位置不適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成為 如果你的速度夠快 可能就騎不到他 但是他也很努力 是不是 我也是 那你覺得是否應該放過他 放過他 其實是 其實是 但是不會 哦 四十就不會 但是也沒有可能 是不是 嗯 因為他都要 因為他要進行 就進行 生存是一個競竹 那是比賽 哦 是不是 比賽的意義 其實是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贏輸不是無所謂的 其實理論上輸了是死的 哦 是 自然界每天都在奧運 你明白嗎 哦 好像這樣比的 他們每分每秒都在奧運 所以你說贏了 贏了 有什麼所謂的 你就好像被鱷魚騎不到 那隻牛 然後鱷魚騎不到你 然後你看到其他人 走 過到他 然後他說 過到他很厲害嗎 你遲早就是死 那些 就是你一面不褻 就是鱷魚在吃你 你就看著他 你現在怎麼這麼厲害 你這麼巧 跑過了 你這麼巧跑得快 對 我現在是死 那怎麼辦 我現在死了 你有沒有死 我現在死給你看 你很久都被人死 吹 這樣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在大自然 你不會說這句話 假設那些牛會說話 我相信那隻牛也不會這樣說 而你把那件事套回來 就是說 只要贏輸也沒什麼所謂 贏不贏輸就輸 那些這樣 其實就等於那隻牛躺在那裡 被鱷魚在咬的時候 他說 做什麼 咬到就咬到 有什麼事情 現在 你們很厲害 你這麼巧 我咬不到你 那樣 是呀 我喜歡被人咬 吹 我現在就躺平給你看 我還不掙扎 你看我的樣子多舒服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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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沒有理由 那隻牛會說話的話 你聽到他這樣說話 你會覺得 他怎麼這麼奇怪 是不是 沒有理由 你想一想你就明白 喂 我們這次很長 到這裡 34分鐘 我們休息一下 看看有沒有新貨金 原來有900元的貨金 剛才錯過了 掛著教訓Eddie 我有800元 Eddie有100元 500元是 寫字流太多屎 屎乎拐 我以為太有屎 寫字流太多屎乎拐 凡請大亨代上鄉 求天候 保佑工作順利 拍桌上 好我幫你上鄉 有100元 感謝大亨代上鄉 解釋正確價值觀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有100元就是 麻煩大亨幫忙 上鄉 保佑Eddie 可以成功賭夜拜五條 你怎麼不貨給他 怎麼貨給我 有100元就是 大亨幫忙上鄉 祈求工作順利 借借藍少爺 對了 我要我上鄉 所以貨給我 Eddie也有課金 Eddie的課金說什麼 我看不到 Eddie的課金是 什麼 你又沒有 沒有 Eddie的課金是 11點 1100課金 祝Eddie 食女二個 借五個水 不要給青頭仔 震達太少 你又知道震達是青頭仔 待會下節就說震達 博弈經驗 吊你了沒有 好,我們休息一休 看完節目 記得like、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